那今年底的選舉是地方性的選舉 除了剛才我們談到的王世堅選的是地方的民意代表之外 最重要的是縣市首長統統要換掉 都要再重新選一次 那麼在高雄氣爆之後 新北市也發生氣爆 大家想說我們住家安全到底是怎麼樣 聞到味道都知道趕緊要去做報案的動作 但是城市的安全究竟應該怎麼去評比它 來看天下雜誌最新的這個報導 就告訴大家你住的城市安全嗎 用了很多的項目來做了評比 包括呢到底有多好的消防設備 消防人員警政治安交通安全都算在裡頭 我們在這裡幫您整理出來 前五名有這五個縣市 我們來看到嘉義市 台北市金門縣彰化縣跟南投縣分數也在這 那麼倒數的五名也帶大家看到了 雄不要得一名叫做新竹縣 然後台東縣台中市 金融市第五名市高雄市 所以在這個倒數吊車尾部分有兩個是五都 一個台中一個高雄 政委我們就先來看看 那高雄這次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看到說他們的城市安全的治理顯然是不及格的 那您長期就待在內政部 您長期對於我們剛剛講到這裡有消防安全跟您的有關 這警政安全跟您也有關 好 那一個城市安全應該怎麼去看 應該要怎麼做 一個城市的安全 警察 消防 建管 防災 包括地下管線的管理 這些都是屬於所謂的城市安全 當災害了一點的時候 你怎麼防災 你怎麼救災 有沒有這個能力 比如說地下管像這一次高雄的七八 地下管線就有我們今天講八大管線 比如說電力 電信 自來水 地下水 污水跟雨水 瓦斯 油管 跟一般我們叫做水利設施的管線 還有綜合的管線 所謂的綜合管線就是寬品 這些都管線 這個叫做八大管線 這八大管線 你應該要平時就要管理好 比如說今天有人民 他要申請要挖馬路 那你政府機關 你要告訴他說 這個地方能不能挖 如果你平時沒有管理好的話 那他 他來申請挖馬路 你核准他了 結果挖下去是水管 是瓦斯管 自來水管 就完蛋了 這個就會發生災害 那這一次高雄是坦白講 這不是天災 這純粹就是人後 就是你人沒有管理好 才造成的 今天如果是天災 像農檢風 像地震 那還可以 無可後悔 他還可以 有話可以講 但這完全就是人後 地下管線 八大管線 你如果用電腦管理 用人工管理也沒有關係 就是你要把它管理好 哪一個管線在什麼地方 當要發生事情的 你已經聞到氣味了 你都不知道這個氣味從哪裡來 這個是 不可以再推卸責任 這完全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們就是官要殺人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講 像剛剛所提到 城市的安全 這一次高雄 被列為最後一名 這是很公道的 倒數第五名 倒數第五名 也是很公道 為什麼 因為你地下管道 管線沒有管理好 尤其都市地區 經常在挖馬路 因為它的建築 新建 很多的建築 重新 很多建築 日新鋭意 隨時在更動 你必須管理得更好 那像我們屏東 這一次也發生一件很 一次人後的事情 我就舉一個例子 小琉球 有一個婦人 結果她 發生車禍 結果發生車禍以後 剛好三根半裂 沒有船可以到台灣本島來 結果她就把他送到碼頭 結果一送到碼頭 縣政府在那裡 有救護船 可是這個救護船 找不到輪機長 沒有人開船 結果這位婦人 就因為失血過多 後來 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整個都找不到輪機長 縣政府有話講 他說輪機長已經辭 兩個輪機長都辭職了 超過一個月 他們找不到輪機長 沒有地補進來 沒有地補 結果我們開記者會議 講了第二天就輪機長來了 那我 救護船就是什麼 他就是救命船 一分一秒都不可以 跟救護車一樣 縱然你請不到 今天屏東的失業率 林青年失業率全國第一名 你怎麼會找不到 找不到人 琉球那麼多 做過輪機長的人 好啦 其他這個都不用講 一個政府的機關 一定要有什麼 代理的制度對不對 那你今天沒有輪機長的時候 你今天就要去找一個 如果萬一發生 有人要來救護船的時候 我這個輪機長找誰來代理 對 小琉球有那麼多的 那麼多的會開船的輪機長 交通船就很多了 你為什麼沒有那個代理制度 政府機關本來就要代理制度 結果因為這樣造成這樣 這個事情其實跟高雄來比的話 他比高雄還糟糕 高雄說我必須要管線 我沒有管理好 他還有話講 他還有理由可以講 你今天明明知道 這個救護船沒有輪機長 你竟然沒有代理人 你竟然一個多月超過幾個月 你找不到輪機長 這個是不可原諒的 假設那一次發生 在氣爆發生在小琉球 發生大災害在小琉球 這個時候死傷的人 不是更多 這個嚴重不能嚴重 不是因為他只有一個人 喪失生命 就說他不嚴重 但是平東人真的非常的寬容 後來我們縣政府一直在想說 還沒有責任一直在推卸責任 最後我們開記者會以後 他才承認 後來縣長也親自到小琉球去道歉去 我想希望這些事情 不能再發生 一次的這個傷害 就要記起一次的教訓 這當然但是我們說 地方首長的 從剛剛政委舉的例子 到我們看到高雄氣爆 到看到王世堅出事 好像都是別人的錯 推卸責任是這些地方父母官 跟民意代表應該做的表現嗎 城市安全的問題還有什麼呢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討論